人有相似就經常聽說了 和藝術品相似大家又有沒有想過呢? Google手機應用程式Arsen Culture最近新增了一項功能 用戶只要上傳自拍照 就會自動透過AI技術分析和資料附中 來自全球博物館的名畫和雕塑進行配對 並顯示相似度 撞不撞樣真是見仁見智了 但這一項新功能在美國大受歡迎 用家都分享了試玩結果到社交網站 連寵物都玩了一份 更加榮登App Store最受歡迎 免費應用程式第一位 身處香港的觀眾 雖然可以下載應用程式 但想用到新功能就要等一等 因為這一項新功能目前只限於美國使用 其實這個手機應用程式早在2016年已經推出 Google和70個國家 超過1200家博物館、畫廊和機構合作 拍攝床館的實景 被用戶觸不出戶 用手機就可以巨細無遺地想藝術珍藏 隨著這一項新功能的爆紅 似乎成功拉近了大眾和藝術的距離 Live TV 記者 徐德純報導